福建又一座新城正在快速崛起 有很多网友去说这边是这一个鬼城一座 今天我们航拍看看这边 这一个新城如今发展的如何了 再往这边它还是这种林海的 这边林着的是那一个东海 然后这边主要的并临的是一个叫螺元湾的海湾 这个海湾还不一般 是我国这一个六大深水粮湾之一 这边是他们城里配套的中心大公园 看一看 这边中心大水池 各种绿化各种广场 你看往这前面还有 连这一大片全部都是他们的县城的大公园 完全也不比那一个城市差 然后这边林一街的配套的 这个是他们的商业街区 感觉都非常的好 然后再往这个前面 你看这前面 上面还有大酒店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四栋房子 一排过去的 算是他们的这个CBD商务区 然后CBD商务区那边还有 还有那种大型的购物商超 我现在再飞高一点 看能不能看到 可以看到 也是这个非常大非常好 完全不比那一个市区的差 你看这边这一个房子 大部分也都是这个住了人的 所以它这边发展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 有网友觉得这边是空城 可能是鬼城 可能是两个云亚 第一个就是你来得比较早 你看这个就是那一个大商超了 你来得比较早的话 当时这边住的人不是很多 所以你觉得这边是这个鬼城一座 然后哈叶的人呢 是这一个可能只看了前面一部分 就前面那一个新进的一片城区 现在没有多少人在那边住 很多人就觉得这边是这个鬼城一座 我们现在浮世往下面看一看 大家就看一下这一个侧流人流 你能感受得出来 虽然没有福州市区市中心那么繁华 但是这个车流量 人流量其实也不少 你看这来来往往的这个车 不像真的有很多这个 有的城市的 有的地方的这个行程 建起来之后 感觉那里没几个人住 走在街上 你说看不到几个人 然后整个街区里面也非常这一个安静 这种空气寄聊 冷静 你看这边 我感觉还是很热闹的 起码这个街道上面 来来往往的这个车 还是很热闹的 而且这边 整个这个里面住的人也是不少 我感觉至少也是住了 这个五六万人在这边 我感觉感受一下 整个这边这个环境 这前面还有一大片这个空地 还没有这个建设 未来估计还要建设的 到时候等整个这一片城区发展起来 估计也是相当的厉害 说不定房价还会往上涨 现在应该属于这个比较低的时候 五千多一瓶 在全国来说也是比较低的 就五千多瓶 五千多想住 类似于这样的这种 配置的这种住宅 也比较少见的 特别是 它这个属于福州下辖的 应该也算是在这个二线城市里面的 虽然它这个县城是 排不上什么级别的 但是如果它算这个福州下辖的这一个 社区里面的话 这个也算是在二线城市里面的 这边还有一个学校 你看这边 也是一个中学 应该是那一个福州三中 然后是罗元校区这边 整个这边 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白色棚子的 是一个大整萌包市场的 它这边什么都有 完全配套了 它这边什么都有啊 然后这个配套也完全不复那一个 省会大城里面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 信城未来还是 有发展有潜力的 就算没有发展没有潜力啊 就目前它所拥有的这些配套和这种居住环境 5000一平 你还要什么 你还要什么自行车 是不是的 已经是这个超划算了 在这边这个安家生活的话 压力会比去那些大城市里面要少很小很多